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洛阳市通过地方专项立法来保护牡丹花 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作为地方立法 特别是专项立法来保护 珍惜国立总化支援 包括珍惜的自然资源 这个方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洛阳的做法应该说 开了这样一个先后 我也希望通过这一步立法 对推动武当华会的保护 起到积极的作用 这两年吧 有时开始要搞春景式上华 我们院子都要把烂格或者履历给去掉 所以现在能出台保护方面了 就是对在洛阳牡丹下一步的发展和保护方面 都很有必要 在洛阳牡丹花 在洛阳牡丹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